2024古装剧不只有皇帝王爷神仙 反而好多权臣男主 像是最近迎来结局的古装剧 锦绣安宁 张婉毅饰演的罗慎元就是当朝首府 还有流水迢迢 任嘉伦 墨宇云间 王兴月 杜华年 张灵鹤 接下来肖战在藏海传 也是演富黑臣子呢 以下古装剧九个权倾朝野的富黑群臣 锦绣安宁 张婉毅带赶 藏海传肖战帅气 但第九位才是权臣天花板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富黑权臣 因张婉毅饰演锦绣安宁罗慎元 张婉毅这几年都快变成富黑男专业户了吧 张婉毅在长相思 演富黑帝王柳州记和风起泥上 演富黑王爷 这次锦绣安宁 演的是富黑首府 锦绣安宁罗慎元是罗家数子 从小被大家轻视 但其实罗慎元文武双拳 他是个很能隐忍的人 大家以为他是个废物 实际上罗慎元一直在遮掩锋芒避祸 后来罗慎元高中科举 一举逆袭 之后罗慎元的官位就越做越高 才华再也遮掩不了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富黑全城二 张宁赫饰演杜华年裴文轩 不止锦绣安宁罗慎元 杜华年也有一个富黑首府 裴文轩是裴家长房嫡子 也是公主李荣的驸马 前世他一直郁郁不得志 是个隐忍 深谋远虑的笑面虎 和公主成婚后 两人有过一段美好时光 可惜家偶变怨偶 公主以为裴文轩想杀他 就先一步动手 两人一前一后死去 没想到还双双重生了 重生后裴文轩和李荣化解误会 这位富黑首府也展开追欺之路 话说张宁赫近年好长眼富黑全城 不止杜华年 还有宁安如梦扮演的谢威 也是个封批的全城 危险程度比杜华年裴文轩要高上一级 压迫感满满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富黑全城三 任嘉伦饰演流水迢迢 魏昭 肖无侠 流水迢迢 是最近骗走观众好多眼泪的古装剧 男主角魏昭是个很让人心疼的男主 他是月落成城主之子肖无侠 因父亲蒙冤惨死 所以隐姓埋名 寻找机会 后来一路晋升为良帝依障的重臣 魏昭心狠手辣 歪张腹黑 世人只当他是弄拳翻云的宁臣 实际上魏昭在地狱中挣扎 却始终向往着阳光 留存一丝温暖 是个很让观众一难平的角色 人家轮以其独特的演技风格 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腹黑全臣4》 毛子俊 饰演长乐曲《莱罗芝》 长乐曲男二莱罗芝是《玉茶思思主》 人称 黑一罗沙 莱罗芝冷酷又丰批 杀人不眨眼 妥妥的反派boss 而露锤锤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 偏偏露锤锤爱的不是他 莱罗芝不甘心 于是就各种巧取豪夺 强行拐走陆锤锤 有网友笑说 莱罗芝一集就演完了东宫十几集的剧情 他直接把陆锤锤打昏带走 抢逼陆锤锤爱他 他不同意 莱罗芝就想霸王硬上弓 却又因为他的眼泪而心软 毛子俊真的太会演这种封批腹黑全臣 演得很到位 剧情张力十足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腹黑全臣5 王兴月饰演墨与云间肖恒 大家追墨与云间 是不是都陷入肃国公的魅力了呢 肖恒是当朝肃国公 身处高位 身受皇上器重 他出身名门 祖父和父亲都曾随先帝开拓江土 立下汉马功劳 然而一场变故 肖恒的父母身亡 见惯了世上不公不义之事 从此养成了肖恒生性良薄的个性 这样良薄的男人 遇见薛芳妃时 最初也是在看戏 甚至只把薛芳妃 当成一个有趣的棋子 然而戏看着看着 肖恒却成了戏中人 爱上手里的那颗棋子 墨与云间 肖恒这个角色真的太有魅力 和薛芳妃之间 禁忌感 纯爱感拉满 超好磕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腹黑全臣6 谭剑刺 饰演大军师司马懿司马昭 谭剑刺早年也演过全臣 在三国古装剧《大军师司马懿》系列演了司马昭 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司马昭是曹魏的全臣 英文野心和手段 他是个比司马懿更狠的政治家 剧中他爱着嫂嫂 但同时也能下手杀害嫂子 更大胆提出要父亲篡位 是个敢想敢做的野心腹黑男 当时谭剑刺还没以长相思 和裂罪图剑爆红 但演技已经很不错了 剧中司马昭的野心都被藏在谭剑刺的眼神里 让人不寒而栗 真的演得好 谭剑刺不仅在影视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演技 其综艺节目中的歌舞天赋与幽默风格 更是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腹黑全臣妻 王鹤蒂饰演浮屠猿 王鹤蒂在浮屠猿饰演假太监 这个角色的霸道可不输苍蓝爵 东方清仓 萧朵性格义正义邪 他为了给双胞胎弟弟复仇 而冒充其身份入宫 忍辱负重地从最底层小太监 攀制全清朝野的地位 手段伶俐果决 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看似心狠手辣 但仍保有赤诚本心 浮屠猿 萧朵与苍蓝爵东方清仓都是很霸道的角色 但萧朵比东方清仓更多了点腹黑与魅惑 萧朵的一举一动和眼神 总有在勾引人的感觉 聊得人心痒痒 让人心甘情愿走进他的计谋中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腹黑全尘八 徐正熙 饰演独孤天下宇文护 当然还有独孤天下宇文护 他是一个爱美人胜过爱江山的男人 宇文护霸道又腹黑 是剧中相对反派的角色 不过他对独孤般若用情置身 两人为了权力互相利用 但又深深相爱 剧中宇文护有多次机会可以登上地位 不过他却为了独孤般若放弃 他爱上比他更有野心的女人 天下皇位不再重要 得到权力也只是为了更靠近他一些 独孤天下宇文护这个角色 也被网友说是全尘天花板 徐正熙的气质演全尘 太对位了 古装剧《全清朝野》的腹黑全尘九 肖战饰演藏海传藏海 肖战主演的藏海传 是优酷制播的IS加大男主古装全眸剧 肖战搭档九五后小花张静怡 甄嬛传导演郑小龙指导 是绝对的黄金班底 这次肖战演的又是一个美强惨 藏海传肖战饰演的藏海 本是大庸国千天见金正之子 小时候家里一席被灭 多年来他隐姓埋名 长大后化名藏海回京城展开复仇 藏海沉着冷静 擅长谋划人心 看这是反派大boss 实则一直没有泯面善良的本性 肖战的全程古装扮相也很迷人呢 事实上 肖战处于最高水平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也有人担心 哪天他会跌落神坛 但迄今为止 肖战依然在影视领域独占熬头 其商业价值更是不容小觑 频繁登上各类商业榜单前列 今年肖战也是作为唯一一位内渔明星 入选世界十大最美面孔 肖战脸型流畅 眼睛秀眉 尤其是笑起来唇形弧度 配上弯弯的笑颜 国伟男的称号实至名归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长相俊秀而独特 给人一种清新突俗的感觉 眉目清秀 脸神深邃而富有情感 鼻梁高挺 整体面部轮廓立体而富有层次感 笑容阳光 有着临家男孩的亲切感 在工作时 有着成熟男人得稳重和魅力